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请我写写个人的看法和观点,针对两类人的一个方法是,一,如果你不熟悉推广,那么你得请求帮助,请求第三方自由职业者也称呼为兼职的人的一个平台的帮助,比如Fivear,Alance,Freelancer还有更多。 链接是https3w.fivear.com since then they optimize your Amazon product listings and drive traffic,可以看得出这么多好评的这个人的项目,绝对是不错的,所以第三方平台的你,可以联系它,尝试一下合作。 二,视频引流,在上周的一个讨论中,大家都踊跃地说到了如何做视频引流。 视频站点有youtube,vimeo,dailymission.com等站点,那么稍微容易点的建议选择youtube,制作和上传都比较简单,而且人工搜索红人也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,但是一般产品来说,视频引流转化率可能会偏低,但是对于热品和低价产品还是没问题的。 三,雷安张亮是社交引流社交平台实在太多,多得来很多人也无从下手,Facebook,Twitter,Pinterest,Qual,VK,但是你在这社交平台要引流,就务必得先有一群你自己的粉丝和认同你的群体。 最开始,粗暴的做法有在Facebook,可以使用群组功能加入群,发促销,在竞争对手的留言下面留链接,最后还是联系一些专门做iomazon产品的大号。 再谈谈Pinterest,我擦,惨了,我没有怎么去真正衣上做Pinterest。 张亮曾跟我说,以后有需要尽管找他,于是我问了他,该如何做Pinterest? 出口一句话,他把我惊呆了,张亮说,似乎Pinterest的大号都垄断了这个行业,请看看,hilescity.com看看这个阵容。 果然,张亮很有经验,也经常研究,如果做服装的我真希望你迫不及待的去了解和联系。 小成本,高转化呢?说完了,该张亮砍了我了。 四,博客或者博客群,N,Reviews,一,似乎你可以自建博客,几个或者多个都没有问题,软件直接读取SweetDeal的数据,SweetDeal更新,你也就同步更新,慢慢的就会吸引不少人, 然后50%的产品还是放自己的产品,但也有50%放别人的产品,因为其实还挺多人是这么干的。 二,找博客,如果你想人工找,可以尝试一个个联系。 比如你是做店员的,那么你的对手是ReviewWare。 好的,请搜索ReviewWare Blog出来很多博客,是提到或者写到这个ReviewWare店员的介绍的和卖点。 比如出来的链接,有HTTP,SweetPack.com,20142ReviewWare Luster Series Powerbank,HTML,HTTP,3W.jasonSlader.com,2014904ReviewWare Deluxe Series Powerbank,HTTP,3W.mademan.com,20142ReviewWare-24W-24A,USB, Wallcharger.html部分是Amazon联盟合作和自找的博主。 资源呢?找增量,这家伙的资源有点多。 三,第三方博客平台如Blog-那种,加进去你可以找到很多博主。 五,Lifehacker引流为什么要提这个Lifehacker? Lifehacker排名300多全球,你想想流量有多吗?上百万一天你信不信?三万多浏览。 这个产品估计也是几千单的潜力。 六,大W推荐的红人工具,一堆工具啊伙伴们,别人知道了,肯定又要打死我了,老是泄露天机。 七,论坛站引流论坛有两个方法,其实有些论坛的确可以自己发,虽然流量不大,但是转化还可以。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付费进去给点钱,起个自己品牌的分论坛,但是试过一下,不一定有很流量, 只要中国品牌在的论坛,你也就可以在里面发,只是方式要自己摸透。 八,coupon站,coupon站影响不大,大家都说,但是品牌做的好的coupon站也还不错。 Retailment站排名很高,是允许免费提交coupon的,效果还好。 还有部分coupon站也可以,大多数情况下,应该是你要加入amazon联盟,才能进入更多的coupon站。 九,deal站引流http,3w.reddit.com而duothreadedreddit流量杠杠的,可惜转化不能保证。 但是有deal的情况下,绝对也不吃亏,但如果不得不提下sweetdeal,amazon最大的引荐来源之首,当然如果你做的不好,可能只有100来IT,或者被封,如果你做的不错,可能会有几百个订单,如果你每次都做的不错,那么也就会有一瓦单的情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